外送員一台小機車送餐使命必達 過年期間有不少人不休息 搶賺年節財 餐點交到客人手上 有時也能獲得小驚喜 他們就是天使 對於這些多的小費的客人 我們都會說天使下來了 拿著天使客人給的紅包心裡暖暖的 楊先生外送484元的餐點 客人說500元不用找 還拿出一個紅包 跟他說辛苦了 發紅包之前先被收到了一個紅包 所以就覺得還滿開心的感覺 不重要 心意就對了 金額不是重點心意更重要 不少外送員都分享 過年期間獲得的鼓勵 有人半夜跑宵夜場 竟然拿到1000元大紅包 還有人200元小費 阿嬤說不好意思沒紅包帶了 另外也有人紅包帶上留言祝福 單單不洗牛年行大運 也有人拿到呱呱樂 開心成就解鎖 除此之外 也有外送員穿上超Q財神爺裝 送餐變成財神爺逗你家 也讓不少網友會心裡笑 記住中文王竹新北市採訪報導 他說我們一定會做的 必須通常